下一站 因為這老師上課好辛苦 他們的人生呢 到這邊才終於開花了 當這些王子呢 吻了這些公主 也就這些狼絲 一吻之後 這些狼絲像開了花一樣 他的人生終於圓滿了 他上課也可以更專心 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知識 給更多的小朋友 這是菜糧的正義 阿關 聽得下去 要煮車的路開的車 我先煮車 大概在我去補習的前幾年 有知道這個老師非常有名 他的品格也很好 那到最後是 他吊著爹地上課 他老婆在幫他寫版書 他給他老婆看他的筆記 對 真的 他吊著爹地上課 還要一個小助手幫他寫黑板 對 所以他太太幫他寫黑板 然後因為他們有配合 然後他就拿著麥克風 坐在那椅子旁邊 在那邊講課 他最後他什麼時候過世呢 在講課的過程當中過世 那那個老師是 滿受人景仰的 跟這個案子一樣 所以死而後移啊 對 對 對 人家說死得其所 一個老師就應該死在講台上 下一站家長會 沒路開的路開車 我先路開 離譜的是 還有人跑去當育幼院的院長 狼師去做育幼院院長 對 我就在想說 那豈不是 今天每天回家的孩子 你都敢碰了 那育幼院裡面 安置機構的小孩 是沒有辦法回家的 那不是更危險嗎 不是各個小孩都是洋路狼口嗎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特別奔對 這個所謂的成形世界 口誅筆拔就是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不能接受 你對我們送去補習的 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們下手 終點站 五四天候站 感謝您的搭乘 我們下週再會